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4月12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爆雷,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首先咱们看一看中国的楼市目前是什么状态 国外的机构是怎么看的 首先高盛乐观看待中国地产复苏 民企地产债兼具高回报潜力 高盛近日认为随着商业前景改善 中国房地产公司发行的高收益美元债券 有机会获得高额回报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3月份新屋销售连续第二个月增长 表明中国监管机构从去年末开始推出的一系列措施 推动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复苏 高盛资产管理亚洲固定收益主管尼亚兹表示 在我们看来目前民营地产商存在高回报机会 这类机会既存在于那些没有违约的公司 也存在于一些已经违约的公司 尼亚兹表示 如此同时 由于信用风险溢价相当有限 国有建筑公司债券的利润潜力受到更大限制 我们的观点是大多数违约已经完成 他说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违约或不良交易 但从系统角度看 大部分痛苦已经过去 债务重足已取得进展 除了住房销售增长 债务重足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中国恒大和融创中国最近都发布公告称 已于境外债券人小组就境外债务重足方案达成了协议 尼亚兹预测那些业务规模大多元化 在高质量城市开展业务 以及具强大管理团队的公司 将为信贷投资者带来更好的回报 据彭博社一项指数 中国房地产公司的高收益美元债券 在2022年第四季度的回报率约为53% 在中国优化新冠防疫措施 并支持房地产行业复苏之后 中国地产债在今年1月份进一步攀升 不过随着美联储等海外主要央行继续加息 以及美国和欧洲一些银行倒闭 导致全球市场趋向避险 中国地产债的反弹之势也暂时停止不前 我们喜欢中国重新开放的主题 也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前景是积极的 但近期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尼亚兹表示我们非常谨慎 因为并非所有的开发商都是同一类型的 高盛我记得应该是2021年恒大爆雷的时候 他逆势唱多中国的房地产 以及房地产公司发的这些美元债 恐怕那个时候高盛收购了很多美元债 已经被深度套牢 所以他现在谨慎看多也是情有可原 我们再看看这个标普 他是怎么看的 下半年楼市销售有望回暖 改善盈利能力及高杠杆率为开发商复苏 关键 4月11日标普发布一篇报告称 中国开发商有望在2023年下半年实现销售复苏 然而标普预计考虑到物业交付所需要的时间 自2024年起只有达到更高的销售量 盈利和杠杆率才会有所改善 标普信用分析师表示 去年资产减值拉低了中国房地产的整体收益 在2023年可能会进一步减值 陷入困境的开发商 正在处理数多障碍如债务重组退市甚至清算 地产批软或将延续至2023年 最近在香港特区善事的中国开发商公布了2022年度业绩 在财报公布前 21家实体公司发布了负盈利预告 13家出停牌状态 未能如期发布业绩 还有一家刚刚退市 就是心力控股 2022年受防控措施导致的施工中断影响 杠杆率大幅上涨 标普预计由于去年收入下降了15% 开发商的债务平均比例从2021年的6.1倍 将上升至2022年的8.2倍 合同负债将使开发商难以在2023年提高收入 截至2022年12月 开发商的合同负债下降了10% 这是销售疲软的一大表现 标普认为开发商在2023年也很难提高收入 换句话说就是它的销量很难提升 开发商还以牺牲利润率为代价 刺激先进流 2022年利润率相比较2021年的19% 平均下降了5% 在持续多年的增长后 2022年全国平均售价下降了3% 标普预计平均售价将继续沉压 则2023年盈利能力将难以获得提高 2022年是一个资产减值的时期 大量开发商减少库存 反映出项目售价的显著下降 资产减值高达库存的11% 标普认为由于第一线城市的房价降幅可能高达10%以下 在2023年开发商可能仍会进行额外减值 就是说2023年开发商还得打折卖房 公司和审计师之间的谈判也会影响减值 标普发现少数受控开发商在2022年没有进行任何减值 此类公司多数将审计工作交给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审计师负责 他这个标普说的非常隐晦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经常说 这个商人公司的这个审计问题 就是你商人公司盈利不盈利 你资产减值记题 如果你少提一点 你那个报表你就盈利了 但是减值不减值 记题不记题 是有相关的 比如财政部啊 什么会计准则等等 都有相关规范的 不是你想减值就减 你想记题就记 你想不记就不记 所以审计机构它是要把关的 这个标普的就说 商人公司跟审计师之间的谈判 如果审计师正义着言闭着言 那么这家公司啊 有亏损就能变成盈利 所以还有很多小散户啊 一天到晚看报表 说这公司赚了多少钱 那公司赚了多少钱 盈利又增长了 那个都是跟审计啊 谈判谈出来的 我不能说所有的公司都这样啊 但是A股的上升公司 很多都这么干 标普接着说啊 开发商前路漫漫 困难重重 房地产行业面临着盈利疲软和杠杆率山深的问题 除此之外 还有退市停牌和负利润预警所带来的整体风险 尽管如此 事态任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许多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宣布了债务重组计划 中国恒大集团近期宣布的境外债务重组计划 是行业回暖的一个起点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啊 去年是极为艰难的一点 经济低迷带来的影响将持续到2023年 对具高杠杆的民营开发商 以影响尤为显著 一些实体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销售业绩有所改善 这可能标志着地产行业发展已出现转机 总体上啊 这个高盛啊 对未来中国房地产的形势啊 稍微乐观一点 尤其是2023年 但是标普呢 相对来说呢 悲观一点 谁让高盛手上拿了那么多的 中国房地产公司的债呢 看完这个国外的评级机构 他们的对中国房地产的看法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中国政府部门呢 对房地产是怎么看的 4月12日 朱建部消息 朱建部部长霓虹 近日到中国建筑科学院调研时 指出啊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承担两个支柱产业 一个是建筑业 2022年增加值占GDP的6.9% 另一个是房地产业 2022年增加值占GDP的6.1% 两个支柱合起来占13% 把两根柱子稳住 对稳定经济搭盘有重要意义 这位房地产啊 已经有两根柱子了 一个是建筑业 一个是房地产业 这两根柱子加到一起占13% 这还没有算这个钢筋 水泥加装等等啊 这些如果把这些都算上了 就是房地产的上下游 恐怕加到一起占30% 所以咱们常说啊 这个房地产你要不稳住的话 这经济确实也好不了 但是房地产要稳住的话 你还是要先把韭菜稳住啊 这韭菜都没收入啊 韭菜都为了预期不好 韭菜都不买房啊 我们看看啊 这个四川最近这个成都啊 楼市相对比较火爆啊 成交量是一个月比一个多 4月11日 四川省委召开专题会议 会议指出啊 要大力提振房地产消费 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阴沉失策出台房地产扶持措施 重点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要稳住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 即着眼长远从高富价值 高成长性的新能源核心零部件入手破局 促进新能源汽车使用推广 同时统筹抓好家具 家电等其他大宗商品消费促进工作 大力提振房地产消费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让刚需让改善性的赶紧去买房 这不就是促进房地产消费吗 但是他又说了啊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用来炒的 总之啊 成都你买三道房都不算炒 买四道房也可以 炒不炒啊 这个解释权归政府 你买了房之后 你得装修啊 你得买家电啊 买家具啊 你看整个的产业就带动起来 这个经济啊就复苏了 所以现在个体政府啊就拼命的忽悠 让韭菜赶紧入室买房 你买了房之后怎么能空在那吧 所以啊 这个经济增长还得靠房地产 我们再看看贵州啊 如果你不靠房地产 看看贵州发生什么问题了 贵州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化债 近期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税金融研究处 先后赴贵阳贵安增议碧结 六盘水等地开展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专题调研 就是地方债啊 调研发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重大而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 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下一步调研组将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各视线反映出突出问题 积极向国研中心争取智力支持 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提出差异化可操作的建议 什么意思呢 地方政府地方债已经化解不了了 然后他说的很委婉 说向国研中心争取智力支持 你给我们出一个特别的方案 叫差异化可操作的方案 让我们贵州好把债务化解掉 两个嘛 一个就是转移支付 财政部接着给贵州拨款 一个就是让贵州的房子卖起来 没有其他的花债办法 或者把贵州猫台打包卖给上海 卖给北京 因为他大股东是贵州国资委 你要那干啥 把他卖掉 卖给上海国资委 拿了那么多钱 然后把贵州的这个债给他销掉 实际上不关四川不关贵州缺钱 全国各地地方政府都缺钱 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 各地政府都在清理边外人员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欠薪了 我为什么说各个地方政府都缺钱呢 近日深圳公布了地铁武器最新规划 原来深圳规划了13条地铁 缩减到9条 这个是破天荒的 非常罕见的 就是砍掉了4条地铁 深圳给人感觉是不缺钱的 而且深圳人多 所以深圳修地铁 优先发展这轨道交通 这是应该的 这绿色出行吗 但实际上呢 深圳也没钱了 所以地铁啊 砍掉了4条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修地铁是有几个指标的 就是这个城市啊 想修地铁 不是这个城市说了算 它是要报到发改委的 发改委批 发改委有三个硬指标 就是第一个啊 GDP达到3000亿以上 第二个财政收入达到300亿元以上 第三个 常住人口300万以上 就这三个指标都得达到 你那个地方才能申请修地铁 但是啊 这三个指标 有很多城市都能达到 后来发改委啊 又增加了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啊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修的那个地铁啊 客运强度不低于 每日每公里7000人次 这个是初期啊 远期啊 客流规模 达到单向高峰 每小时3万人次以上 按照这个标准啊 现在已经开通地铁的32个城市中啊 只有北京 上海 广州深圳啊 成都 这么9个城市 城市的中心区域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其他区域还达不到 那么深圳啊 被砍掉4条地铁 恐怕就跟这些指标有关系 它不是GDP达不到 它也不是财政收入达不到 它主要是这个扣流量达不到 那为什么以前可以修呢 以前修地铁 它不是纯粹的为了修地铁 全国啊 32个城市都修地铁 据说啊 没有一个城市地铁是盈利的 全部是地方财政补贴 都是赔钱的 北京市的地铁啊 2022年是亏了190多亿 其他城市都在亏啊 谁修得多 谁就亏得多 那为什么大家还修呢 不光是面子工程 形象嘛 到哪城市有地铁 这只是其中之一原因 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地铁修到哪 哪个地方的房价就要涨 这个都是在以前呢 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时候的这个逻辑 那修地铁就像一个点石成金啊 地铁线路化到哪 延伸到哪 那个地方的房价是不是就暴涨啊 政府的土地储备是不是就暴涨了 暴涨的时候 政府是把70%的现金流拿走了 政府赚大头啊 所以他在地铁上进行补贴 他是核算的 现在呢 这个逻辑打破了 就是你可以把地铁修到那 但是那个地方房价你也可以涨 涨了这个你卖不掉 房子卖不出去吗 你看深圳的房价不是在跌吗 如果深圳房价不跌 你还维持这么高的价格 谁买呢 所以你看政府他就不赚钱了 他那个土地也卖不出去 土地卖不出去 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就少了 政府的财政收入少 他就没有办法去补贴地铁 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 所以啊 深圳是这么有钱的 一线城市 本来要修九条地铁的 砍掉四条 今天晚上有穿严啊 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深圳啊 有人的房子被产权交易中心给冻结 锁死了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涉嫌炒房 大概他们就是抱团呢 跟着炒房团后面炒某个楼盘 然后被这个产权交易中心认定为炒房 所以先给他锁死 不准交易 不准交易就是说 你现在想割肉 离场都割不了 那也说明深圳打击炒房 这个还是认真的 结合刚才说深圳地铁被砍掉 深圳也不想炒房 不想走这个老路 所以以前那些发展的路径和模式都得改 以前修地铁啊 纯粹是为了炒地皮 以后修地铁 纯粹是根据客流量 哪个地方确实人多 地铁往哪个地方修 大家再看一个图啊 这个图啊 是2021、2022年、2023年 连续三年的三月份的 挖掘机销量对比 这个指的是国内的啊 大家看这个图啊 就能明显地感觉到 今年这个挖掘机啊 销量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这个挖掘机实际上就是反映了 这个基建或者是房地产 这个防荣程度啊 或者是火爆程度 房地产基建火了 它就需要挖掘机啊 所以咱们还有个叫挖掘机指数啊 你挖掘机卖的越多 说明房地产 说明基建越火 那根据这个图 大家就自己能得出结论了 今天晚上有一个人呢 爆料啊 说自己啊 年终奖只发了30 据说啊 他是国内设计院的员工 专门从事开发商的这个楼盘 项目设计 大家可以听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北漂第一个设计院工作 坚持10年 年终奖发30 敢相信吗 你们惊讶吗 你们过去一年的年终奖都发了什么 基本工资照常发了吗 上级画的大饼都兑现了吗 年后准备跳潮了吗 我呢北漂10年了 每天北京河北画展通勤时间6个小时 虽然很辛苦 但我依然努力奔跑着 努力生活着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 过去我经常半夜起床开始加班了 由于过去这一年项目事情很多 外地项目好几个 出了很多次才 每当出差都会深情疲惫 但想想年底了 能发几万年终奖 家人过得更好也值了 男人嘛 也就埋头苦干 继续干活了 对于我们画厨的设计师 需要对自己的厨子签字的 需要重生负责的 所以很多工作对我而言 有了强迫症心理 都会反复教和徒子 毕竟不想若干娘后 给自己的麻烦 所以平时对待工作 认真那话是没得说 设计师经常熬夜 画厨这是事实 但设计师附属的能不能得到汇报 那就另当说了 过去到2022年 我大大小小 干了很多个项目 有一些项目完事的 也回款设计费了 之前自己算了算 应该能发个8.5万左右年终奖 怕怕有时候做梦都梦到了 那个急动给我笑醒了 到去年12月底的时候 还没发项目提成奖金 就比较失望了 然后考虑公司愿意紧张 年钱发吧 结果年钱来个超大惊喜 年终奖发了个价值30元的村联复制 说实在的 我预计发了8.5万项目提成奖金 他说他年终奖只发了30 本来应该发8万5的 只有30了 我想这个只是开始 随着房地产熄火 至少现在是萎靡不正 那接下来这些设计院 只会越来越痛苦 因为新开工的项目 肯定是越来越少 这房地产开发商 很多都不拿地了 拿地的也不急着开工 那你说这些设计院 你哪有活呢 哪有项目呢 有点项目就大家卷起来 所以这个苦日子还在后面呢 我们再看看地方政府 有哪些救世措施 沈阳市出台发放 三孩育儿补贴实施方案 符合条件的家庭 可申领每月500元补贴 据沈阳市卫健委网站 4月11日消息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沈阳市财政局日前印发 沈阳市发放三孩育儿补贴 实施方案提出 对夫妻双方共同依法 生育三个子女 在本地户籍家庭 三孩每月发放500元 育儿补贴 只致孩子三周税 只发三年 一个月500 一年6000 那就是18000 不知道有没有人会 为18000而动心 生三胎 首先得生一胎 然后还得生二胎 你不能直接生三胎 想拿这个500一个月 很难 很多年轻人一胎都不想生 你还让他生三胎 这个有点过分 这个政策总是隔靴搔痒 你现在应该刺激生一胎的 先让大家把一胎生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一胎都不生 下面咱们又到了一日一气环节 这个专家又说话了 就是刚才说的 生孩子的事情 专家说 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总经济师陈文林 在2023年 肖博会新浪财经职业上表示 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 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 按照贝克尔 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说 子女也是消费品 子女是长周期的消费品 是可以给你带来回报的 长久回报的耐用消费品 所以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 你没有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 它的价值是超过你的 购买其他消费品的价值 他说子女是长周期消费品 是可以给你带来长久回报的 耐用消费品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我只知道有一句话 就是关于孩子 说你玩他三年 他玩你三十年 所以说年轻人不生小孩是有原因的 归根结底是没钱 对未来预期不好 收入不乐观 靠你一个月补贴500 让人家生三胎 这在想什么呢 这个有点像那个拉木的驴 拉木的驴前面 总是挂着几根胡萝卜 那个驴就一直追那个胡萝卜 胡萝卜就在他眼前晃的 但是他永远吃不着 但是他就在吃这个胡萝卜的过程中 就把这个活干完了 一直在拉木嘛 我想他这个500块钱奖励第三胎的 大概其跟那个拿胡萝卜 引用那个拉木的驴 是一个道理 说到孩子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网红城市杭州 今天在网上有一组数据啊 说2011年前 杭州小学一年级新生基本维持在2.3万人 13年呢是3.3万人 18年突破5万 2022年是12万5 2023年经过摸牌啊 预计是15万 2016年国家全面翻开二孩政策 也迎来了一波生育高峰 这个2016年生的孩子啊 正好今年上学 2016年9月1号到2017年8月31号出生的这批孩子 就是全国二孩政策下生的 正好要上小学 杭州市教育局啊 公布的数字啊 今年目前摸底的潜在士林生源 在15万左右 报名前这个数据可能还会有浮动 创历史新高已成定局 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到的是今年啊 这个上小学的孩子多了 创历史新高 这是杭州的 那么12年以后 这批孩子参加高考 那个时候杭州的高考 也是创历史新高 那就卷吧 在杭州参加高考啊 会更难 因为高考的人数增加了 不光高考啊 中间的什么高中啊 初中啊 你都得去抢 抢学位 抢学区等等 所以想一想就知道啊 在杭州卷 如果为了孩子上学 还不如去天津啊 另外一条新闻啊 这个网红城市啊 说西湖游客 遇划船刺客 刺客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以为这个不贵 但是呢 实际上很贵 刺客嘛 雪糕刺客 近日有市民反映 在西湖乘坐手划船时 明码标价为150元一小时 一小时起租 但实际上坐船时间只有30分钟左右 遭遇守划船刺客 引发关注 4月10日 澎湃新闻 从杭州西湖水域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处获悉 得于4月9日媒体曝光的西湖守划船 违规运营问题 西湖水域管理处高度重视 当天20日45分召集五家首华摇鲁船 经营企业连夜开展调查 对涉事的三名船工 取消其西湖水域的从业资格 同时加大对经营企业的监管 加强对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提升游客和知情权和满意度 西湖那是全国的风景名声 享誉全球 但是居然在西湖上面搞什么划船刺客 可见杭州的管理水平 西湖是杭州的脸面 相当于脸面都没有办法照顾得到 所以说如果你失业了 在杭州还不如把杭州的房子卖掉 到国际大都市郑州 郑州没有刺客 郑州难道有晚约车刺客吗 比亚迪刺客 郑州是中原大地 民风淳朴 说到晚约车 咱们看看人民日报客户端 他登了一个新闻 他这么说的 现在白天开晚约车 晚上五点半到九点半送外卖 平时有订单就去推销和安装 未遇这三份工作都能签订正式的合同 39岁的沈阳市民林强 身兼外卖员 产品推销员和晚约车司机三个职业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 三份工作收入稳定 而且都受到法律保护 所以说你在郑州开晚约车 你也可以送外卖 也可以找一个推销的工作 而且我想郑州也很快都能签正式合同 这是人民日报说的 可以身兼多职 实际上他就是用餐高峰期 他就是去送外卖 然后等到这个用餐高峰期一过 然后他就去开晚约车 这个时间安排的非常合理 也很科学 这个为失业人群 为韭菜 为空一集 又指明了方向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医论 谢谢大家